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很快在本周 应该是在本周六 也就是在8月18号 亚洲时间就是本周六的19号 美国大卫营会举办前所未有 第一次的美欲韩三方元首的峰会 各位一听到这个大卫营 David Kemp 我就觉得这个是历史的 这是重要的 这个是关键的议题跟会议举行的地方 或者是美国总统去度假的地方 其实川普比较喜欢去那边度假 但是呢 历史上从最早应该是1959年 就有就是美苏当时的领导人 在这边举办过峰会 之后最有名的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布林肯跟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这个代表 在这边举行重要的峰会 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协议 现在美日韩要在大会已经举办美这个三方的峰会 其实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的新闻并不多 陆续从韩国日本这边有些新闻出来 为大概为各位等一下整理 那当然等他出来之后 我们会为各位继续的追踪分析 但现在我先帮各位整理 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会议 美日韩有要到大卫营去举办这样子的重要的宣誓性的动作吗 一定会有宣誓性的动作 各位放心 不会只是单纯一个三方开会 然后去打打高尔夫球 不是 或者是以学校那边去唱卡拉OK 不止 所以呢 为什么会走到美日韩到大卫营去开会 其所未有 我觉得当然 对他们三个国家而言 有三个这个区域的国家的分别不同的发展 使得他们三个国家美日韩觉得说 要到大卫营来重新去定位一下我们三方 美日韩的关系 这三个他们感受到压力的国家 第一个当然是中国的崛起 第二个是北韩核武与飞弹的发展 第三个就是俄乌战争 俄国算是这个区域国家 俄国也是APAC 亚太金侯会的成员 俄国在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 他们叫俄罗斯的东远东地区 也就是海参威海参崴 这一块他们的远东舰队所涵盖的区域 所以这三个在美日韩的观点里面 中俄朝在特别是这两年的战略安全议题的变化跟发展 使他们感受到整个环境变化 而这个环境变化同时伴随了什么 第一个影席月上台 这个影席月真的跟过去不只是说跟他同类型的比较是亲美的政党的总统 完全都不一样 更不要说是比较是重视跟北韩交往之前像是这个文在寅的这个政府 政策上非常的亲美 政治亲中 那对不起亲日 而对中国的态度呢 其实是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那影席月的上台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过去韩国对于美日安保 对于韩日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到今天一复如此 可是呢 影席月的上台把一手把这些东西强压下去 他最近甚至还去跳过 韩国的最高法院认为真用功的这些日本的商社应该要赔偿 他把给压下去盖过去 被韩国的反对党指控他违宪 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席月的出现 当然就使得美国希望把预韩某程度的凑在一起 形成一个东北亚的联盟的这个工作呢 就开始比较容易的推动 在这个背后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是那位印太沙皇坎贝尔 他在日本在韩国的人脉非常深 在台湾也是 所以呢 有他的这个推动呢 你就看到是预韩之间跟美国开始慢慢透过 先是在北约的三方的会议 然后呢 第二次北约的这个峰会 在今年也看到 然后呢 在广岛的集团里 韩国也参与 经过几次的这个测试摸索 然后呢 看到他们现在要开这个大卫影会议 当然我必须要提的是 日本这方面岸田也掌握到这个机会 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 日本德国都军费倍增 同时呢 去年12月的日本防卫三文件 也整个改变日本的安全防卫政策的态势 所以他也就顺水 退舟的方式 去加强跟美国 以及跟韩国之间的互动 过程当中这半年 又刚好北韩不断的增加测试 他们的弹道飞弹 我在想弹道飞弹相关的技术 一定也是来自于俄罗斯 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 需要更多的炮弹的后勤补给 北韩刚好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就是这么的凑巧 历史你会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这么的凑巧 发生在几乎同一个时间代 才会导致历史的怎么样的转变 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历史的转变 而这个转变 是不是仅止于停在大卫营的美日韩三边 联盟的这个建构呢 不会 他一定只是个开始 但是我刚才把这个后面的背景 这一两年来 不管是美日韩三方 还是说中俄朝三边的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变化 那作为一个背景 推动造成这一次的美日韩大卫营会议 虽然他还没有召开 但是可以预期的 也就是他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改变 那我们先看一个东西好了 我们的标题写1234N 是什么意思 我是把它认为 这是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军事战略的态势 一 一就是什么 美军存在 也就是美军的整个前进部署在整个印太地区 亚洲地区的从日本韩国 然后呢第七舰队夏威夷关岛菲律宾 以及到开始跟印度之间的这个合作 连接到他的中部总部 所以这个整个美军的存在 虽然是从二次大战之后 冷战是如此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 以美军在对全球的 就是军事部署的规划当中 亚洲其实的比重越来越重 过去曾经在欧洲 他的驻军高达有七八十万 而现在呢 十万 俄乌战争之后呢 略有增加 可是在亚洲呢 冷战时期十万 现在呢 增加 增加了有大概 特别是在夏威夷跟关岛的这个部分 所以也有超过十万 因此如果就比例而言的话 其实当然 这个他对亚洲的重视 这边的一 就指美军的前进部署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存在 二 美军的军事战略是什么 双边的军事联盟 这里面包含重要的三个 在加一 三个是美日 美韩 美澳 美澳其实应该是美澳纽 但是纽西兰某种程度的已经不参与 第四个那个加一呢 就是美飞 这一两年所特别建构的 均基地增加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了美飞的南海共同巡逻 可能会在今年的年底就开始启动 那你就看到这一阵子 就是美国在背后推动仁爱交的这个事件 当然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二是指的双边的军事同盟 这个是在二次弹结束之后啊 美国采取对亚洲的主轴 跟对欧洲不一样 对欧洲 他采取的是北大西洋公益组织的这个多边的集体安全体制 在亚洲呢 他采取的是多重双边 但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这个双边军事联盟 现在这个双边还是很重要 美人安保 美韩 美澳 美飞 三是指什么呢 这就讲到今天的重点 两个三方的军事联盟 一个是美英澳 AUKUS 以核子动力前线为主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 在大卫营这一次 会不会就推动了美日韩 三方的战略合作 甚至进入到战略联盟 四是指什么 很清楚各位 那就是美日印澳 的什么 QAD 安全对话 那N呢 N当然是多方以及多次的军事演习 现在在这个区域的军事演习 美国涵盖的不是只有跟这个区域内的就是国家跟他的这个盟邦 事实上把区域外 尤其是包含加拿大 包含就是澳洲 以及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涵盖在这个里面 那区域国家呢 他也扩大到邀请东南亚 所以这个1234N 我觉得这是大家很清楚 看到就是说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的部署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 美日澳的大卫营会议会不会一下子把它变成从外交上的一个会议 进入到已经进入到北约的美日韩的三方的峰会 那北约是一个军事的这个体制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进一步到 他单纯就是在东北亚的三方军事合作关系 甚至到军事联盟 我觉得两个东西 一定会在这次大卫营当中会推进 第一个 美日韩高峰会及相关会议的定型化 第二个呢 美日韩体制的一体化 我们先看这个定型化 现在已经消息出来 韩国跟日本这边都有讯息说 双方都同意美国的建议 从大卫营之后 每年三方的领袖峰会固定每年举行 固定每年举行 而且很显然 他比较关注在是安全战略的议题 那第二个呢 他的定期化呢 也就是会在三方的联合军演 这已经都是出来确定的讯息 所以三方的联合军演 在此之前其实并不是那么定期化 现在这个三方的联合军演 在上一次就是八月初的时候呢 三方进行联合军演 也引来北韩一波的这个弹道飞弹 的这个施设 第三种可能的三方定期化 定期化的会议呢 我觉得就是三方的部长会议 那美国跟日本有二加二 跟韩国也有二加二 二加二的意思就是双方的外交部长 跟国防部长 所以加在一起两个外交部长 两个国防部长 会二加二 或者是双方各自两个部长 那现在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 就是三边的二加二 二加二加二就变成就是说定期的 这样子外交国防部长会议 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 定期化之后呢 一体化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个定期化其实除了部长会议之外 其他峰会以及定期的演习 这都已经是目前消息是得到确认 但我们看到等到这个大卫营的时候 他的这个声明当中 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定期化 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就是成就 第二个一体化 他会不会把美日美韩两个同盟 给一体化 其实这个并不容易 因为美日安保跟美韩军事同盟 他们的本质不一样 美日安保驻日美军扮演的 其实不是做日本本土防卫的第一 第一要务 而是作为整个区域 面对整个区域 东亚区域的这个防卫 所以看到他所有的这些基地 海军的空军的 事实上都是针对整个从日本海到东海 甚至到南海区域相关的这个基地为中心 那美韩呢就很清楚是针对北韩的防御 尤其大部分美军是集中在38度线 跟在首尔市 那个龙山基地里面 所以美韩跟美日的两个同盟一体化 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一些磨合 那他可能会采取的就是 我预言一定会在及时资讯跟情资的 这个就是分享 以及在定期演习相关的这个分享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把它视为两个同盟 变成一个单一同盟一体化呢 不容易 而且不要放心 他一定不会签署一个条约说 我们美日韩变成单一同盟 变成一个三方同盟 不会 他还是美日安保 他还是美韩军事同盟 只不过是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把它给定期化 机制化 甚至呢 是不是有走向一体化的目标 那我们看日本呢 当然他的焦点是在北韩 是在中国 是在台海 在他的这个防卫白皮书这一次 我们在另外一个视频都讲得很清楚 他希望现在发展的是跟美国之间 在就是防御飞弹 以及具有这个攻击能力 反击能力 一千两千 所以最多到三千的这个飞弹的 共同的研发跟部署 他已经要购买四百枚战斧飞弹 放在神盾舰上 射程大概是一千六百公里 这是他第一个 因为有钱之后 他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 可能这个反击能力的这个达成 因此飞弹的合作 海军的扩大 当然就是必须要跟美国合作 所以为什么双方的就是韩国跟日本 都愿意跟美国在他的建议之下 形成这个大卫营的合作的机制呢 也就是各有所需 各有所求 但日本可能会对于这一阵子 美国跟韩国在发展的那个核威慑 或者韩国喜欢把它叫核同盟 其实不能讲核同盟 他只是一个核磋商小组 以及定期的核动力潜见的访问韩国 所以你说他叫核同盟 那真的是脸上贴金 但是呢核威慑同盟 日本在这个议题上 我觉得会比较保留 毕竟他会顾及到他自己内部的 非核三原则跟内部民意的反弹 韩国呢 韩国当然针对是北韩 以及要所谓的核同盟 还有他要发展飞弹 他一样也在做类似的 这样子的距离 甚至他一千公里已经有 那两千三千呢 是不是也希望能够达成 这个美国可能会比较考虑的 美国在过去啊 甚至都不愿意给予韩国 这个三百五百公里以上的 这个飞弹的这个技术 让韩国发展 就是怕韩国哪一个政府出来 或者哪一个右翼的这个 就是保守的军方 突然发射了飞弹 打北韩这个战争部就打起来了 但是呢 我觉得韩日跟 的之间的这个合作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刚刚提到了嘛 对不对 第一点 尹徐悦现在民调很低 第二点 韩国内部的反对党的力量 还是很强 而反对党特别是对 韩日之间的合作 未安抚的议题 征用功的议题 历史的问题 似乎都被尹徐悦跳过 甚至压下 反对党事实上是很有意见的 那这一些意见 当尹徐悦因为只能做五年的总统嘛 去年上来之后呢 可能大概过了今年到了明年 你就已经准备要跛脚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情势变化就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么急的 现在想要去做这个美日韩大卫营的三方合作关系 甚至变成东北亚的这个联盟 小北约 也就是抓住这个时间点 到明年 那个情况可能就不一定 今年就已经很危险了 你看影视频民调这么低 岸田现在情况也不好 但是呢这个岸田他的挑战者也不也不多 所以呢大概到明年九月 真的要改选之前 他可以稳住 这个情势 所以这个时间点 是设计的 坎贝尔是在这方面看得很清楚 他很了解日本韩国内部的这些政治 跟不同的政治 政党跟政治人物 美国当然是要一个什么东西 要一个抗中朝恶 抗中抗恶抗朝 也就是抗中恶朝的联盟 东北亚的小北约 他知道不可能去把美日韩送做堆 变成一个单一的军事联盟 但是呢 他要在现有的美日安保跟美韩军事联盟之上 开始架构 一个定期化 机制化 甚至一体化的美日韩三方的合作联盟 这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东西 那更进一步 他也当然要推动 也就是科技供应链 这你千万不要忘记 日本跟韩国各自都配合了美国 不管是晶片联盟跟韩国 还是说日本这边单方在去 在今年的7月23号宣布的 24项的这个原料跟装备 的这个出口管制 这当然都是针对中国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当然也在以军事安全战略为核心的 大卫营美日韩合作联盟关系下 会进一步推展到科技经济 甚至区域的安全 以及地缘政治关系 我们看 这个8月19号亚洲时间 大卫营他最后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来更进一步的再为大家做深入分析 谢谢